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出来闯一闯了 是基于这么一个背景 所以我就选择出来创业 中国的家电已经发展了几十年 现在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家 也是使用国家也是最大的 那么这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家电 实际上大家都没有对它有这个清洗的概念 通过这几年的大的家电品牌 进入整个家电清洗行业 那么也就推动了整个国内的这种家电 消费者对于家电需要清洗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对全国进行了一次考察 发现这个市场确实刚刚起步 然后市场的前景也非常的巨大 所以我们就决定转型 从配件商转为做这个成品制造商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二合一的家电管制 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ین理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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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